台湾师范大学作为国内排球传统抢校 过去曾在大专排球联赛女子公开一级的赛场 达成9连霸撞举 男子组的部分则是更胜一筹 从96学年度到108学年度 完成史无前例的13连霸成绩 作为大专赛场的佼佼者 台师大也成为台湾唯一一所 男女两支队伍都有参加企业联赛的学校 中国人线女排以台师大女排作为班底 教练曾华玉也希望透过不同层级赛场的试练 让成员们的实力以及赛场经验可以更加提升 当然就是在企业场上就是与那些就是可能在企业场上是比较属于高强度的一个赛事的一个进行 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成长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然后会觉得让他们参加企业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对的希望他们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跟经验值以外 那可以就是间接的去搬注到学校队 然后没有打气联的人也能够让他们一同去提升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多方面的成长 对在企业联赛的方面当然就是因为各队都会请到外援 那当然在外籍选手上面他们能够学习到的 其实不管是在经验上或者是他们在旅外的一些球员的自律上面 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学部的球员或者是自己 自己的球员去做一个学习跟揣摩 相对的看到外籍的选手来看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原来真正的运动员 可能是要做这些方面的更进阶的管理 或者是更进阶的一个自我要求 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球技的水准这样子 所以其实相对的会给他们一点不一样的启发 至于男排的部分 邑林美金融队以台师大男排为班底 但即使座位排球强效 近年来还是遇到主力球员理队的问题 7月17年大学长黄正良以及篮中曾祥明转队 举球员吴志廷则因为身体因素转任教练 因此在这个赛季云林美金融与年轻正容运战 虽然开季打得跌跌撞撞 但经历一个赛季的棋礼 教练吕绍平表示相信自己的直立兵们都会有所进步 一个赛季之类的 自己明运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球员去带领 带领的大家 所以还是正宗还是需要比较经验丰富的球员带着会比较好一点 这就是两个比较矛盾的地方这样子 这几支其实算球的主力 然后突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自己个人的生涯的规划嘛 然后可能去台电啊 可能转到中原啊 或者小吴是因为受伤 所以不能进行的参与训练比赛 可是初期的话 我们的战绩真的是有点优异的 就是一直 去的队形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先接的上 可是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磨合之后 就是越打越好 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 不同时期当然都会面对不一样的挑战 现在对于不管是中国人线 或是运林美金融来说 场上敌人表现更加强劲 的确是一道难题 虽然正宗球员普遍年轻 缺乏赛场经验 但年轻人的资本就是体力 以及不服输的精神 相信在各个赛场振展过后 每一位球员都能够收获满满